我昨天给你报十几条信息 你都不回 你说不是 手机太卡了呀 我偷回老爷的退休金 给你买了个新的 有病啊 小苏 喝点水吧 哼 什么 我追了两年的男生 居然也在追别人 郑宇 那个晚上有时间 一起看个电影吗 不好意思 没空 原来女神也有暗恋的人 要是我 搓和他俩在一起 那男生不就是我的了吗 这机会不就来了 给 小苏让我给你送的伞 哎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的 你先回去吧 别管我了 嗨 是你啊 好巧啊 对啊 你也喜欢摄影啊 是啊 这么好的天气 因为已经发微博了 真的出来感受一下 温暖的阳光 和新鲜的空气 就像在海边一样 嗯 是不是有一种 清风浮面的清爽感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那还不是因为你微博上话了 我说的味道 就是让我想起 在海边吹风浮面布的人 你看 它这个淡淡的蓝色 是不是很清晰很夏天 哦 小苏说这个 半四折同名的香水很适合你 你托我送你 女朋友很有眼光吗 哦 今天说了这么多 那你要不要考虑 跟我朋友在一起啊 好啊 喂 哎呀 平时看着挺聪明的 怎么那么不上道 哎 让一让 让 成了 给 这 哎呀 男孩子嘛 要主动一点的 用这个范思哲的金蒜香水 跟他表白吧 什么 哎呀 你看这个瓶声 闪闪发光的这么可爱 哪有女孩子会拒绝 这么少女心的东西啊 而且它的味道 清清自然 闻起来呢 就像是少女身处花 海巷令人倾诉爱意呢 那 你喜欢它的味道 我当然会喜欢啊 我也是女孩子嘛 所以啊 用它来表白 准备错 嗯 你听说呢 那那边有没有表白成功了 自己快跪去看呀 男神终于是我的啦 没劲 你怎么还在这儿 江羽没跟你表白吗 什么 他根本都没有找过我 喂 你真的不在乎 我跟别人在一起吗 啊 我喜欢你 什么鬼 我居然成了男神的女神的男神的女友 我也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原来我还是食物烈烈的名单 哈哈 我都能抱你一紧眼